这里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这是您开启全新一天的新闻早餐 15年的名牌栏目陪您立足白云之乡 掌握全球新闻脉动 第一新闻准确及时地为您梳理当天最有价值的新闻事件 有话慢慢说 理性开放的态度随您畅谈各类热点话题 我爱纽西兰 每天早晨七点半与您空中相约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0分 28936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大家Good Morning 欢迎收看收听我爱纽西兰 我是Andra 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焦 冷冷的早晨 星期二的比较寒冷的早晨 反正应该习惯了 今天6月1号了嘛 除了是儿童节之外啊 今天就是在新西兰这边 正式进入到冬季了 我们接下来要面临六七八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也没有预测说今年会不会是一个暖冬 但是呢 反正说秋天好像平均温度比往常来的要稍微高一点 不知道今年的冬天会怎么样 应该OK的 奥克兰我觉得 再冷也不会冷到哪里去 再冷我是觉得也就多天一件一件衣服 我并不觉得真的是要冷到穿什么皮大衣啊这些 所以羽绒服你也不穿呢 肯定不会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我记忆之中好像在奥克兰没穿过 今年试试看 我曾经大年也蛮冷的嘛 是不是到冬天呢 我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生活 那是零下的这个绝对是零下 那你也不穿秋裤对不对 秋裤啊 你只穿一条裤子嘛 不可能嘛 零下你要敢真的只穿一条裤子 不能够只穿一条 一穿一条裤子的有麻烦 没办法讨论 所以你里边是不多穿一条 不是 我是比较detail的人 OK 我说的不对 好吗 长裤 你会穿两条长裤 好像也没什么印象 有这样的习惯 应该不会 反正应该在奥克兰 我听说很多人 当然年纪比现在年轻很多 也不怕冷 现在呢 还是会 有时候会感到比较寒冷的 不过没那么严重 奥克兰还好 希望今年是一个暖冬 不过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据说暖冬 好像对于整个 比如说植物生长 各个方面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吧 都有自己家都能够 有取暖的设备 然后温暖的过冬 反正今天是一个冬季的开始 我昨天到超市去看到 那些是不是叫做柿子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又大又大又圆的那个水果柿子 柿子 有人叫它什么人参果之类的 是吗 还不错 还蛮大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为什么呢 从这一点看起来 有时候呢 我们老是会埋怨 有些水果呢 可能价格比较贵 不同的这个季节嘛 不过最近我看到这个柿子呢 真的是蛮漂亮的 价钱好像也还行 而且冬季 新西兰的这个 跟我们以前园居地吃的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以前吃的是非常非常软的嘛 然后里边有 我们叫小舌头 你摆多几天就软了嘛 但是新西兰这个要摆很多 我曾经试过 我就是故意呢 就是想是 就是回忆一下 中国当时吃那种柿子的感觉 就是全是软的嘛 就里面像水一样 然后会有几个 我们管它叫小舌头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莲花的原因啊 然后我就曾经买过 新西兰的这个柿子 我大概放了快两个星期 都没有到那个城市 我告诉你 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要它 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家里如果是开暖气的话呢 放暖气是什么 你放在那个暖气吹风吹风 不是就是说它会吹得到的 这个暖气会吹得到 它熟的很快 而且我听说好像跟苹果放在一起之后 它会熟的很快 有一些事 有些事 有些事 我们俩为什么要开始收水果 不是 到了冬季嘛 冬季有冬季的一些水果 夏季我们吃西瓜 现在没人去谈西瓜了 那么到了冬天 有些什么好的呢 到超市呢 昨天我去超市呢 看看 那柿子还不错 还有橘子 橘子也又甜 然后水分又多 苹果也能够这个 也能够买到3块9公斤吧 我估计好像是 苹果种类好多 所以说最近我们看到呢 在货架上 这个水果呢 也算是蛮多的 OK好 大家自己去逛逛吧 OK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呢 在星期二的一早晨呢 还是首先呢 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 天气方面的情况 我估计说到这个水果 可能有朋友 人家发短信给我们 说冬季吃什么 我们家有棵柠檬树 那柠檬长得跟橘子一样大 就是跟那个大核桶子一样大 这是不正常的 哇好大一颗 是 酸不酸呢 我不知道 我以前 你知道它刚长出来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Lime tree 因为它小小的绿色的 很漂亮 后来看到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最后长成了Lime tree 应该是我看错了品种 好 慢慢去学一下 怎么去分 怎么分Lime跟Lime 好不好 道路方面的情况 像奥克兰呢 我们看到了 在较早之前呢 才差不多再半个小时呢 我稍微的关注一下呢 其实在这一个 由南往市中心方向行驶呢 其实在Alice里附近呢 是有那么种的交通意外事故 那么现在看来呢 这个堵塞的情况呢 已经是解除了 不过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整体上 从Papakura 一直是来到了Greenland 还是处在一个交通繁忙的 尤其是Malikau 到Otahuhu的这一个路段呢 现在是处在一个 非常严重交通堵塞的 那么一个状态 它旁边的这个Great South Road呢 也算是车辆比较多 比较的繁忙 不过呢 Malikau到这个Otahuhu的 这一个路段 在高速上呢 是严重交通堵塞的 那么其他的路段呢 大致上都是属于车多 只能够慢速的通行 过了Greenland再到市中心 就没什么问题了 20号公路呢 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从Malikau到20号B之间的 这一个路段呢 是最为严重堵塞的 那么过了20号B之后呢 逐渐逐渐的 我们看到呢 就是交通呢 是比较的顺畅 在经过的Otahuhu中呢 一直是来到了Waterview 衔接16号公路 今天早上16号公路 很堵 很堵啊 那么在这里告诉大家的 其实从18号 衔接16号呢 在Westgate之前 就已经是 严重堵塞了 这个堵塞 一直是来到了 差不多 接近Western Springs OK 所以说呢 16号 一些朋友呢 如果住在这个西区 要通过 利用这个16号公路呢 到市中心的话呢 要早一点点的出门 早一点点的出门 另外呢 在北岸方面 今天早上也是如此 现在Albany以北开始呢 那么就出现了 非常严重的交通堵塞 这个堵塞 一直是延续到Waterview 过了Waterview之后的Tagapuna 一直到Northcone呢 还是维持在一个 车多的那么一个状态 好的消息是 上海港大桥到市中心呢 目前来说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们看到呢 如果你是住在Devonport 在经过的Tagapuna 要上 通过这个Esmeral 要上高速的话呢 现在呢 这个排队排得很长啊 那么18号公路呢 基本上我们看到呢 就是从这个 过了Hobsonville之后 那么一直是来到了 应该是差不多过了Green High 这个路段呢 算是交通的是 比较的繁忙的 那么其他的路段呢 大致上没什么问题 OK 好 这就是早上在7点38分 我们所看到的 奥克兰的 道路的状况 那么今天呢 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 汇报一下 来自于世界实时数据库 到今天早上6点钟 我们看到的全球的 新冠确诊个案呢 是达到了1亿7,125万2,200多钟了 那么死亡人数是超过了356万1千多人 康复的个案呢 是超过了1亿5,354万5千多钟 那么五个确诊个案排名最多的国家呢 依旧是美国、印度、巴西、法国以及土耳其 美国方面呢 3404万3千500多钟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60万9千5百多人的 印度呢 2816万1千6百多钟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33万1千6百多人 巴西1651万5千多钟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46万2千多人 法国566万7千多钟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10万9千5百多人的 排在第五位的是土耳其 524万2千9百多钟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47千4百多人的 那么今天呢 6月1号是儿童节 这个虽然说是国际儿童节 但是我看到好像不是特别多的国家 40来个国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我们知道的就是40多个国家 是在这一天呢 是所谓的这个庆祝儿童节了 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一下儿童们的一些福利 尤其是在一些贫困 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儿童们 是 就是看到很多的这种类似于像纪录片之类的 真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儿童生活在那种 我们都无法想象的一种环境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他就在记录说在非洲上很多出生的儿童 他们从小的那个肚子就非常大 是 里面全部都是虫 对 然后就说各种的缺水 你给他喝一口纯净水 他都会觉得是很难去尝到 你就很难想象了 很多的一些环境是非常的恶劣 那么即便是成年人也觉得很难熬 何况是儿童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们是生活在一个极度贫困的这个状态之中 还有就是说这个全球还是有很多的地方 对儿童是尽其量的剥削 同工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峻 所以说这个国际儿童节不是说只是让孩子们欢欢乐乐的度过一天这么简单的 它真实背后的意义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国际儿童节 我们看看他这边是说到这个节日设立 其实可以追溯到1949年的11月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苏联莫斯科所召开的执行委员会议 会上为了纪念悼念1942年波兰利迪侧春对儿童的屠杀以及伤害 以及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之中死难的儿童 为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的权利 以及改善儿童的生活 决议以6月1号为国际儿童节 所以无论如何吧 总之这一天呢 我知道很多的像我们的华人朋友可能会给自己的孩子去庆祝一下 但同一时间呢 反正在能够可允许的范围之内吧 如果能够帮助其他的儿童 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一下 其实在新西兰 虽然说他不存在所谓的这种剥削啊 但是他也有很多类似像贫困问题啊 家庭的这种问题啊 如果你看到比如说你的身边有孩子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的 也可以帮帮忙去找相关的机构给予一定的支持 是 其实呢 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有时候人口贩卖 但是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呢 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每天早上带给大家一些不同节日的背后的一些意义啊 有时候呢 也希望呢 正在收看的时候听这个节目的一些家长们 在今天呢 国际儿童节 带孩子呢 出去呢 快快乐乐乐乐的这个度过一天的同时呢 也让他们了解一下 这个国际儿童节背后的 这个实质方面的一些意义啊 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自己呢 目前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 何等的这个幸福 OK 好 那接着下来呢 带给大家的是这个交通方面的 财经 不是 天气 在那一天 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 那么今天奥克兰呢 是晴天 晴天 那么温度方面的最高温16度 最低温8度 目前的室外温度呢 差不多在10度左右 今天奥克兰的满潮时间呢 下一次将会是在中午的时候 12点07分出现 那么另外一次呢 就要等到明天的 这个凌晨的12点40分了 那么整体上的北岛来说呢 今天的天气呢 都不错 不过呢 有好几个地方呢 有可能会出现刮风的状态 其中包括了北岛的 这个东南西南 以及南端 也就是在 威灵顿附近的地区 那北岛的北端呢 地区呢 还是会有阵雨的 也是唯一一处呢 是会有阵雨的情况 南岛来说呢 整体上的天气呢 都不错 不过我们看到呢 在基督城 或者是坎特伯雷附近的地区呢 依旧是会有这个阵雨 稍后呢 会有这方面的 他们当地的一些灾情呢 会跟大家来汇报的 那么在明天的天气方面呢 明天奥克兰呢 持续的天晴 温度方面 最高温17度 最低温11度 整个北岛的天气 整个北岛的天气都不错 那么南岛方面呢 明天的东海岸呢 就大致上是转型的 不过西海岸呢 中西部 以及南岛的南端地区呢 还是会有阵雨的出现 那么星期四呢 奥克兰会有阵雨的 最高温17度 最低温9度 我们来看看呢 就是除了奥克兰之外呢 北岛的北端地区呢 也是会有阵雨 那么另外呢 南岛的中西部地区 沿海地区 以及呢南岛的南端呢 也是会有阵雨的 星期五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奥克兰呢 将会是一个多云天 温度方面最高温17度 最低温9度 整个北岛 以及南岛的东海岸 天气都还算是不错 不过南岛的西海岸 以及呢 南岛的南部地区呢 就会有阵雨 好说完了这个天气之后呢 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 国际方面的信息 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看看奥运会 马上不到两个月就要举行了 上去年的时候 我们还在那讨论 今天能不能够顺利 现在呢 马上就要到了 7月23号到8月8号 就应该是2021年 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期间了 但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原因 加上呢 日本最近的一段时间 疫情一直都没有特别好的控制 现在呢 使得东京奥运会 还是扑朔迷离的 日本的传媒就报道说呢 政府正在考虑 东京奥运呢 允许观众入场的一些方案 包括呢 要求所有的观众 去出示一个星期内的 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 目前距离 奥运会开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就有报道称呢 日本政府 东京都政府 还有东京的奥组委 预计将在下个月来决定 是否可以让这些呢 其实是本月 对应该是六月了 昨天晚上看的 就是本月 对今天六月以后了 本月来决定 是不是呢 拿着这个音线的报告 就可以入场 那么已经接种疫苗的观众呢 当然是无需提供证明的 那么另外呢 日经新闻公布最新的民调 就显示 依旧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 是支持取消 或推迟奥运会的 与其他传媒 早前的民调 结果也是一致的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再度的回应 英国和美国等 近日有关的 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 发言人汪文斌就说呢 病毒的溯源 应该依赖科学家 而不是情报人员 应该走团结合作之道 而不是鼓吹对抗挑动分裂 更不能够按照 个别国家的旨意来行事 汪文斌说 美国将病毒溯源 政治化的行为呢 已经是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国际溯源研究合作 为各国抗议 挽救生命制造困难和障碍 他又说 溯源工作呢 涉及全球多国多地 呼吁其他的国家 也能够像中方一样 邀请世卫专家展开溯源研究 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 立刻停止政治化做法 不要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蓄意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 再来关注一下朝鲜谴责 这也算是朝鲜首次回应韩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见面之后的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文章 我们看到朝鲜是谴责了韩国和美国全面终止韩美导弹指南 赤裸裸的是在暴露出美国好战的对朝政策以及双重标准 文章就指出终止韩美的弹道指南让外界清楚地看到 到底是谁在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说美国和韩国暴露出追求的侵略野心 今后没有任何依据来谴责朝鲜加强自主防卫 又强调朝鲜将以以强对强以善对善的原则来对待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早前是在白宫会谈之后宣布 终止韩美导弹指南 这一次是朝鲜透过官方媒体首次对美韩的首脑会谈做出回应 埃及外长舒凯里与到访开罗的以色列外长阿什克纳奇进行了会谈 讨论巩固尾巴停火协议 双方同意加强协调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埃及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双方同意继续的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磋商 以探索摆脱目前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的途径 双方也讨论袈裟的重建问题 那么另外呢 连续掌权12年的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面临下台的危机 右倾党领袖贝内特表示呢 支持组建民主团结政府 将会与或授权筹主新政府的中间派 拥有未来党的领袖拉皮德来谈判 令到以色列呢 可能是出现由左中右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时间是早上的7点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53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安小教以及安德罗呢 继续带给您纽西安方面的 国际方面的这个信息 接着呢 我们就来说这个美国呢 据报曾以丹麦网络 对默克尔等欧洲政客是进行间谍活动 那么这样的一条消息呢 是看到美国呢据报曾经利用与丹麦的情报机构的合作关系 对欧洲的对欧洲的高级政客进行间谍活动 丹麦的广播公司就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2至2014年期间 以丹麦的信息电缆的网络监视德国瑞典挪威和法国的高级政客和官员的活动 除了默克尔时任的德国外长施泰因麦尔都是目标 美国当局呢可以取得短信通话互联网的搜索记录等等 但不清楚美国有无丹麦的获权 那么看到呢对邻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报道也指出说前年6月上任的丹麦房相布拉姆森 是在去年的8月获悉了该事件 他向丹麦广播公司表示 不能够接受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性的窃听 西非国家马里9个月之内呢是发生的第二次政变之后呢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在加纳开会商讨应对的方案 警告可能重新向马里实施制裁 共同体轮值主席加纳总统阿多呼吁各国坚定支持马里的人民 找到和平解决方案恢复民主与稳定 重申共同体对马里和平过渡的持续承诺 那么另外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警告呢 如果马里的政治不稳 法国将会从马里撤军 马里军方领袖格伊塔在去年的8月发动了政变 推翻了民选总统凯塔 那么虽然呢其后恢复了文人执政 但是军方呢上个星期 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是再度的发动政变 这个格伊塔到星期五呢 是获得了宪法法院任命为临时总统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次号 那我们也知道埃及的运河呢 是可以说公布了今年3月 长次号霍伦搁浅事故的调查结果 认为货轮船长应该要对搁浅事故来负责 运河管理局在记者会上就表示 经过分析货轮的航行数据 调查组呢是认定船长的错误指令 是货轮搁浅的主要原因 运河管理局呢是派出的领航员 无需承担责任 因为领航员的建议并无强制性 长次号的船东代表律师早前质疑 运河管理局在极端天气之下 允许货轮进入运河认为管理局 应该对事故负责 管理局就指出在长次轮之前呢 其实已经有三艘吨位类似的货轮 成功的通过了运河 埃及法庭呢将会押后至本月的20号 审理长次号的赔偿案 好今天带给大家最后一支 国际发表的新闻呢来自于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 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以及配套的支持措施 中国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 措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的结构 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 降低老龄化 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 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那么三孩生育政策呢 以及配套支持措施 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那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创造的良好的人口环境 负责人又表示近年来的政策调整 全国累计多出生了二孩一千多万人 不过出生人口近年是下降了 加上受到的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 群众生育的意愿有待释放 我怎么发现最近在身边因为疫情期间 怀孕的很多呢 我身边好多呀 叫现在都说叫疫情宝宝嘛 就是在疫情这一年出生的 真的是好多啊 就是反正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真的是很多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的 可能呢每年都一样多 只不过你这个年龄呢 刚好来到这个年龄阶段 身边的朋友相同的年龄会比较的多 在这个年龄阶段的怀孕的 这个机会率也比较多 或者是决定生孩子的也比较多 然后再加上这两年也出不去 你就突然之间跟这个疫情呢 扯上了关系 不是这个也不是说我自己说的嘛 是新西兰现在的状态就是说呢 根本找不到助产室原因就是因为孩子要要 就我听说啊是到明年一月份都预约不到助产室了 对吧 这就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感觉了 那怎么办呢 就考虑一下延后 还是得生啊 你怀孕了还是得生 就延后一下吧 什么你还没怀孕之前就把这个助产室给找好了吗 不是啊 那就是你怀孕之后去找 对啊 那没得延后啊 孩子是一天一天的大啊 肚子是一天的大 但是孩子需要怀孕10个月才会出生嘛 对不对 你现在找到明年一月份也可以嘛 OKOK 好 7点58分了 我们抓紧时间先跟大家来说说呢 纽约3方面的这个信息 首先来来关注一下坎特伯雷的 这个地区的这个水灾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好的消息是呢 已经是出现了缓解 河流的水位也有出现下降了 不过呢在过去的两天啊 这个两三天的这个暴雨的这个袭击之下呢 那么当然呢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很多的农场呢 现在依旧是处在一个水境 严重水境的这个情况当中 对根据Met Service的一个预测呢 是说从昨天晚些时候 就已经把他们所谓的强降雨的预警给取消掉了 基本上就是震雨为主 那么今天据说呢是在早晨太阳出来之后呢 这个震雨也会逐渐散尽 那么到这个星期为止 就是余下的所有的日子 基本上都是阳光普照的天气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也知道 因为这样的一个降雨 在过去三天当中 据说是降了三个月的雨 所以说呢就使得他们所有的这个损失啊 现在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推算的 要直到呢所有的这个水都退去 然后再有相关的每一个机构 去核算一下他自己的这种损失 才会知道到底这场水灾 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方面的损失 是啊两到三个月的这个降雨量呢 短短呢是在二到三天之中呢 就是出现了 那么我们看到的在昨天呢 我们也是我们的总理 在跟这一个澳洲总理莫女士呢 这个会谈之后啊 在新闻发布会也发表了这一个共同声明之后呢 联合声明之后呢 然后呢就急急忙忙呢 在昨天呢是从黄沪珍呢 应该是搭飞机是到这一个基督城吧 我估计啊 然后呢就是今天呢 估计呢会去视察一下这一个灾区 目前呢当地的这个受灾的这个情况啊 这到底造成多少的损失 现在还很难呢做一个评估 不过呢有一些地区的一些官员就表示说呢 数千万元级呢这是跑不了的 我昨天还看到采访那个保险公司 就是说基督城啊 那个当地的保险公司最近也是 他说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赔多少钱 是这个这这这方面的总之呢 这些是有待评估 不过首先呢就是当这个水呢全部是退了啊 而且呢就是民众们开始呢 逐渐逐渐清理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有一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 如果正在收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一些朋友们 你是住在这个坎特伯雷 或者是基督城地区的话呢 要留意一下啊 再还是呢要告诉大家呢 在外面的这些所有的 你看到的这些水啊 都有可能是被污染的 就是这个官方给出的消息就说 你就当他都被污染了 你不管他是不是真的 你就当他都被 不安全的啊 不要去就是说啊 借金呢就是用来啊 就就就就玩水啊 或者怎么样的啊 这些水呢都是不安全的啊 那么当然在使水方面呢 还是要再次的告诉大家 尽可能的啊 就是要煮沸 好不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1分 逐渐逐渐的慢慢水会退了啊 我们在未来几天呢 看一下啊 当地的这一个受灾的这个情况 到底有多严重 那么当然也要看看呢 这个中央政府 有没有什么一些配套的措施 肯定会有 能够缓解一下啊 这个坎特伯雷地区的一些灾民们 目前所遇到的一些状况 OK 那么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整点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3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小焦尔姜德鲁呢继续啊 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 13方面的这个信息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的昨天 来自于我们的卫生部啊 所发出的这个通稿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信息呢 昨天的重点 当然还是维多利亚州 就我们说澳大利亚啊 不过在这之前呢 当然也是要稍微更新一下 新西兰的情况 就是没有情况 基本上就是社区仍然是零新增 对吧 没有新没有情况就是好情况嘛 然后新增了一个所谓的输入 或者在隔离酒店发现的病例 是5月28号从印度经过卡特尔 回来奥克兰这边 是在第一天就被确诊了 当然就直接会送到隔离的酒店当中去 那么现在的确诊的总数2317 历史性的病例64 活跃的病例只剩下17了 那么康复的人数达到2630 总测试量呢是累计啊 2140339次 对那么在昨天呢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卫生部呢 是再度的更新了一下呢 现在依旧是处在 lockdown的澳洲 维多利亚州的这一个情况 那么纽约的卫生部就表示说呢 是在5月的20到25号呢 总共有4539人 这个数字好像有比 在昨天早上跟大家汇报的 4600多人是下调了 下调了啊 那么在4539人当中呢 他们是在这一段期间 从墨尔本的 搭飞机来到纽西兰的 那么基本上呢 除了13名人士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已经联络上了 那么这个13名 其他的这个人士 没有被联络上呢 他们已经呢 是转介到一个叫做 寻人服务的那么一个机构 有点像 由这个机构呢 来负责呢 希望把这个13名人士 给挖出来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侦探社 有点点像 有点点像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 已经被联系上的人士呢 都被要求呢 进行测试 而且呢 尽量的居家隔离 或者是在他们的住宿 自行隔离 我不知道那些呢 如果是住在酒店的 能不能够呢 就是 那么在那么短的 这个时间里面呢 像酒店呢 说要求呢 要多住几晚 这方面我就不知道了 或者是他们可以 转移到什么地方去 总之它是要求隔离的 除非是拿到检测报告 那么也来说一说 阴性的检测报告 再来说一下 说到这阴性检测报告呢 在这4539人当中 截至到星期一的早晨 我们已经看到 2237名的 就是无论他是过来回家的 还是说从澳大利亚来旅游的 就是这些游客 加上178名的机组人员 已经呢 是拿到了他们的 阴性的检测报告 那占到的比例呢 是49.3%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还有2302人 基本上呢 是在等待检测结果的 估计呢 其实在昨天已经出来了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法的话 那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官方是表示 这个数字可能会下降 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婴儿 也有一些呢 是已经回澳大利亚去了 对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后几天啊 从5000下降到4600 这会又下降到4539 那么就等待这些人的结果出来 如果那13个人也被找到了 那估计呢 对于新西兰的风险 就可以说告一段落了 那么对于说什么人可以来新西兰 再把这个要求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5月25号是一个关键时期 如果在5月25号之后 你去过维多利亚州 去过墨尔本的 就是不允许来新西兰的 但是在那之前 如果你是去过墨尔本的 但现在呢 你已人不在墨尔本 比如说去到了澳大利亚的其他城市 那么就是必须在72小时之内 提供一个阴性的检测报告 就可以顺利的来新西兰了 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5月11号 这个曾经之后 5月11号之后呢 在那一段时间呢 是曾经在这个维多利亚州的话呢 那么你必须要关注一下呢 就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呢 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所列出的 一连串的多达100多处的 这个locations of interest 那么如果大家呢 在电视上看到呢 我已经把这个网址给打出来了 大家也不用去强记 你只要把这个手机呢 把它给拍下来 要不然的话呢 你上一上啊 这个locations of interest啊 这个澳洲Victoria的话呢 也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 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 也不在这里呢 一一的去告诉大家了 自己上去查一查 那么另外呢 当然是要保持这个高度警惕 而如果呢你是在 已经是从这一个维多利亚州 或者是墨尔本 是来到了纽西兰 你现在要返回去墨尔本 行不行呢 不是说不可以 他说呢 不过啊 你必须要经过一个阴性的一个测试 until啊 就直到你拿到一个阴性的测试 这才可以的 那么同时呢 纽西亚的卫生部位也表示说 从我们近期所看到的 这一个墨尔本方面的 这一个感染的群组 再次的提醒大家 其实呢 一就要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 并且呢 你对你的这一个外出啊 应该呢 还是要尽量的保持一个记录 那就是什么呢 扫码 对 那同一时间呢 我们也跟大家来稍微更新一下 墨尔本的情况 现在呢 他们那个这一个cluster的 总共的确诊病例呢 已经是达到了51个人 不过更严重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次的所谓的爆发 已经涉及到了四家的 所谓的这种养老的机构 那么这个呢 会令当地的表示了很担心 所以说呢 现在代理的总理就表示说 说这一次在维多利亚看到的疫情 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然后才会逐渐的转化 昨天我稍微的留意一下 欧洲方面的这个报道呢 就是说 现在发现的这个确诊人 人群当中呢 有来自于这个四家养老院 有包括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那么其中至少有一人呢 他用 他是经过什么样的这个途径 被感染的 被中招呢 这一方面呢 他们是用高度关注来形容 高的这个highly concerned 这个高度关注来形容的 而且关键问题就是 就是我觉得澳大利亚的 就所谓的疫苗的注射 应该跟新西兰差很多 他们那边比如说像这种 也算高危了吧 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呢 养老院的长者呀 也不知道他们注射疫苗的情况 怎么样 其中有一名呢 是被确诊的人士 他是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他这本身没有症状 而且他完成了第一剂的 这个接种 没有完成第二剂 完成第一剂 他这本身啊 没有任何的一些异样 那么当然呢 可能要进行一些例行的这个检查 那么才发现了原来自己也中招了 所以说而且呢 他送的这个病毒 也是在这个群组当中 对 所以说他们是绝对是蛮奇怪的 现在有很多一些不解之处 那么这也只能够由当地的 这个卫生部的这些官员呢 自己去继续的查探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呢 这个澳洲的这个维多利亚呢 他们的lockdown是到本周四 本周四 纽西兰跟这个维多利亚的 这个travel bubble 双向的旅游泡泡呢 的暂停时间呢 是到这个本周五 那我觉得这种 那会不会延长不得而知的 很难不延长吗 现在这个状态 不过这个也不好说 所以呢 只要啊 我们就说墨尔本那边lockdown延长 新西兰的旅行泡泡 肯定会随时延长的 所以说我们就到时候 等到星期四的时候来看 就知道最新的一些变化了 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少的 你说不延长的可能性 对是很小的 延长的可能性很大 对 就是受重否定 我也觉得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不单单只是这一个群组呢 还是在扩张之中 而且当中呢 有很多的 包括了源头 传染的途径等等呢 都是没什么信息 对外发布的 不知道他们追查的 到底怎么样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说啊 就是把它给解除了 似乎呢 有一点的草率 而且呢 可能即便是你维多利亚 你的lockdown解除 即便是解除了 可是你依旧呢 是设立很多的一个限制 不排除有这个方便的情况 可能就是说lockdown 可是呢 我们又知道 我们在纽西兰 有什么level 2 level 3的lockdown 对不对 都是属于lockdown 现在呢 其实我们是在level 1 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level 1 还没有解除的 好吧 那么维多利亚 我不知道他这一次的lockdown呢 是level几 他们不分level 我不知道他 他们是有很多的一些限制 那么如果是解除的话 这个限制会不会依旧是存在 或者是稍微的缓解一下 那么即便是这个解除了这个lockdown 纽西兰是不是就应该要感到安心 把这个旅游双向安全网呢 是重新的启动呢 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纽西兰的卫生部分呢 也要仔细的去评估一下 我觉得以新西兰的这个政府 应对疫情的一贯的作风 他不会的 他一定会觉得比较安全的情况之下 他才会开 他也经不起说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哇塞 我们新西兰再来一轮lockdown 比如说他要再拿一轮的wage subsidy 他自己也承受不了呀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按照自己的角度去想 他也要考虑嘛 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3分 要不我们先进一段上下来介绍 回来之后呢 今天早上呢 星期二的早晨 照样是有这个DVS的Jonathan 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56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小教育 以及安德罗继续带给您 纽西兰发明的信息 那么当然 昨天我们看到了主流媒体 很大的这个关注点呢 除了在这个坎特伯雷的 这个水灾的情况之外呢 那么另外当然是 这个澳洲总理莫里森 来到了这个纽西兰 那么他是在前天抵达的 那么在昨天的正式 跟我们的这个总理 执行呢 这个面谈 会谈 那么在会谈当中呢 其实并没有给大家 太多的一些惊喜 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报道 基本上呢 也就是对外展示了 纽西兰跟澳洲两国之间的关系呢 依旧是良好的 经贸方面的关系 尤其是这一次呢 是开通了纽澳的这个旅游双向安全网呢 就是使到呢 我们两国的这个经济呢 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不会因为呢 一些分歧或者是外交政策 或者是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其中包括了 有可能包括了这个澳洲的这些犯罪的分子 遣返回来纽西兰等等 分歧不是说没有是有 各自也有各自独立的看法 可是呢 共通点 共识 是更多 远远的超过他们的这个分歧 对 而且呢 我在昨天的这个讲话当中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呢 这次呢 一直在强调 我们跟澳大利亚是一家人 而且这个一家人呢 并不仅仅是说 他的象征意义的 而是实质意义 他就举例说 他自己的这个祖父 就是悉尼的 来自于悉尼 然后他说呢 Morrison的 是父亲 是谁 一会我在整点新闻当中 会具体说 说也是呢 就真的就是来自于Ashburton 所以他说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就代表了整个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对 是真的是家庭的关系 而且尤其是现在呢 好像全世界都是因为疫情 或者是各个方面的原因呢 都是各顾各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更要跟自己的家人 澳大利亚站在一起 是 莫里生他是这么形容的 他说呢 我们在很多方面 澳洲跟纽西兰呢 就好比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澳纽军团日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我们在应对很多的 这些议题方面呢 其实呢 我们所迈向的这个方向 就跟这个澳纽军团日呢 没什么两样 而且呢 我们要持续保持着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大家呢 如果在这个电视上 也看到呢 在两个人发表 这个共同声明的同时呢 也向记者们展现了 两个人交换的礼物 一个是 两件呢 都是运动的 这个球衣 一件呢 是 阿登23 另外一件是 莫里森 23 小赵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2023年 澳洲跟纽西安要共同联合举办世界杯女子足球赛 是那一件事 对 FIFA的那个女子足球赛 对对对 2023年 说说你看到的两件呢 这个球衣 分别是 阿登23 以及 莫里森 23 那么再次呢 就对外是体现的 因为在外界的 尤其是澳洲的媒体呢 我们看到呢 包括了在昨天早上 在这个双方还没有进行会谈之前呢 我们的总理 卓星达登在接受 Radio女子的访问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批评了 就是说澳洲的媒体呢 并没有非常正确的 来对外 怎么解读 有三个澳洲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的关系呢 并没有像澳洲媒体所说来的那么差的 而且尤其是澳洲的某一些媒体 是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共同的价值观 而且呢 我们也不会 将我们的两个国家 所认同的这个价值观 或者是主权 用贸易来交换 对 因为昨天有记者 直接就在现场问到 就问Morrison说呢 说是不是新西兰 在出卖自己的主权给中国 他的意思嘛 就是说通过贸易的这种压力 所以来出卖自己的主权 然后Morrison也直接就说了 No 就是没有这回事 而且呢 这个执斯塔顿也是再次强调说 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出卖自己的主权的 他说在这种问题上呢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五眼联盟 他们的价值观还是就类似于说站在同一战线的 所以说整体上我们看到呢 就是纽西兰就是说在通过跟这个澳洲领导的这会面呢 再次像这个对外的媒体表示说 有一些呢是不会改变的 比方讲说纽西兰依旧是承诺 留守在这个五眼联盟之中 对 纽西兰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 这方面呢澳洲的这个Morrison也是认可的 可是呢共同的价值观 尤其是对于人权 对于贸易 对于这个国际的规则等等呢 纽西兰跟澳洲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分歧 那么澳洲总理莫里生呢 甚至是说到了有一些国家 没有点名是哪个国家 都是有一些国家 希望呢是对外呢宣扬了 纽西兰跟澳洲之间的 这种分歧 不存在的一些分歧 不存在的一些分歧 所以说整体上我们看到呢 这个你可以把它当做一场秀了 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呢 就基本上呢对外表示说 其实纽西兰跟澳洲呢 之间的关系还是依旧呢 跟过往呢没有什么差别的 而且呢有可能呢 是越来越紧密也不一定 9点02分我们必须要进一段 上下好介绍带给大家整点新闻 稍后回来呢有话慢慢说呢 在今天里面呢 其实为大家准备了 纽西兰好几家的上市大公司的一些表现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纽西兰呢 也不妨去认识一下这些公司 回来再说 早上的9点16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接下来是有话慢慢说的时间 我们的电话是 095712936 短信名单0212010998 哎呀糟糕了想打喷嚏 OK没事了 需要几秒钟 不用不用不用 好那么刚才呢 我们这边是有朋友 是说到了这一个 纽西兰跟澳洲之间是吧 我来念两条啊 跟大家来说一下 首先呢 这个是8682的朋友 我只代表他个人观点 不代表任何立场 大家都只代表自己 他是说什么呢 他说从历史 包括现在面对问题角度 处理问题的方式来看 他认为西西兰的价值观 与欧陆国家更接近 比如法国 德国 而澳大利亚呢 则与海 全国家更接近 比如美国和英国 兄弟呢 是因为地狱而非文化的 就像中国与印度一样 离得近 却是完全不同的 0889的朋友是说呢 这是又拿热脸 贴了人家的冷屁股了 这边贸易要靠着中国 那边和五眼一起制裁 这个真的是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啊 嗯 是啊 其实这么说吧 我觉得呢 我们在这个莫里生 来纽西兰的访问呢 首先我们看到呢 莫里生跟我们的总理 斯丹丹是 零距离 零距离 这个碰鼻子 那么接着下来呢 又把各自的 这一个家顶都搬出来 证明呢 祖父 这个祖父 这个都有这个 似乎有这个 血缘方面的这个关系 所以说呢 我是这么看呢 无论你再怎么说 这个价值观不价值观呢 其实呢 说白了就是利益 两个字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你这个利益 如果是有冲突的话呢 你再怎么样的 这个价值观呢 根本上呢 就不值得一谈 那么利益有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我们也知道呢 政党肯定要有利益 因为就是在利益的 这个大环境之下 大前提之下呢 使到有一些国家 能够走得比较近 有些国家呢 有时候会吵点架 有时候会疏远 不过呢 正所谓 这个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常常我们看到 历史上过去 也都是如此 那么在昨天呢 这个当然 在这个澳洲总理莫里森 以及我们的总理 承西纳登会面 发表的共同声明 也回应了很多记者方面的问题 其中也包括了 例如 就是说 莫里森 依旧认为呢 澳洲的做法 就是驱逐 这个 在澳洲的 这些曾经犯过罪的人 这是澳洲的这个政策 他认为呢 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至于圣战新娘 在教导之前 不是原本这名 圣战新娘 她是共同持有 这个澳洲 以及纽西亚的国籍吗 那么澳洲是单方面的 将这一名 圣战新娘的 这个 踢出群 踢出群 大家也明白什么意思 那么 这个总理莫里森 就表示是说 他依旧认为 是没有错的 对 他说他跟 执斯纳尔登也讨论过 但是出于他 他是澳大利亚的总理 那考虑到 澳大利亚人民的利益 以及他们的法律 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他也不会就此事 来做过多的评论 执斯纳尔登也说了 在这件事情上 存在分歧 但是我们还是合作 或者是 共同的这个利益更多 所以也就 就知道这件事情 解决不了 也就提一句 另外也说到了 就是说 这个基督臣 恐怖袭击者 他本身是一名澳洲人 那么是不是应该 纽西兰呢 也将他呢 驱逐回去澳洲 让他在澳洲服刑呢 那么在这一方面 我们的总理 执斯纳尔登 就是说 现在没有谈论到这一点 那基本上呢 根据他认为呢 还是要符合呢 这个国家民众们的想法 认为这一个人 在纽西兰犯了法 就应该让他在纽西兰 服完行为止 那么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呢 这名恐怖袭击者 这个Brenton Brenton叫什么 Brenton什么 Torrent 他是被判处 这个终身监禁嘛 对 而且其实总理的意思 就很明确的说 他要看民意 就现在呢 他得到的 或者是了解到的民意 基本上都是希望 他在新西兰服刑的 那就在新西兰服刑 但是他也留了一个话口 就是说呢 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两国之间呢 会open 就是会开放性的去讨论 这不是一个定数 是了 所以说整体上来说 我们看到的昨天呢 媒体 主流媒体呢 他是用了 反复的用了一个字眼 来形容呢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呢 尤其是在针对 外交方面的这个政策 尤其是在针对 跟中国之间的 这个矛盾方面 主流媒体呢 是用了一个downplay 来形容 就是说 用低调的方式来回应 就是说呢 没那么严重啦 大家不要把它认为太严重 其实呢 包括的总理 澳洲总理莫里生 也表示说 他说呢 其实呢 也没那么严重 跟中国之间的这些摩擦 或者是一些对立 而且他也表示说 他也试图呢 去寻求的方式呢 来缓解 这种对立的气氛 所以昨天也有媒体报道说 他这是在冷却 这个跟中国之间的矛盾 而且他在讲话 不是在被递者提问的时候 就他自己讲话的时候 始终都没有用中国 他用的都是印太地区 不过呢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就表示说 他们依旧呢 是采取一个就是关注啊 这一个什么新疆人权啊 香港局势啊等等这方面的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说是共同关注 我们看到的在昨天 在稍后时间呢 我们看到来自于这个香港方面的这个报道 就是说呢 在北京呢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呢 就对于这个澳新的两国领导人的 所发表的这个共同声明里面呢 他说啊 他说中方呢 是坚决的反对澳洲以及新西兰的领导人呢 就香港新疆南海等等中国内部事物 说三到四 批评是严重的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粗暴的干涉中国的内政 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 而涉疆问题呢 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民族 或者是宗教方面的问题 而是反暴恐 反分裂 去极端化的问题 这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外交部 在对于我们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呢 发表的声明之后呢 所做出的一个回应 OK好 那么说说这件事呢 我估计呢 今天呢稍后时间就是我们的总理呢 会关注这个坎特勃雷方面的这个水灾方面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这个莫里生呢会待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也没说他哪天走 多晚几天吧 难得一场来到了 多晚几天吧 澳洲也没什么事 也就是维多利亚的事情 那还叫没什么事 祝交由维多利亚州 州长自己去 来决定 那么接着下来呢 带给大家的这一则新闻是这个国家党的元老级的国会议员 Nick Smith 那么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同时呢也欢迎如果你们对新闻呢有一些你们自己的一些观点看法的话呢不要客气啊 我们的电话是095712936短信平台0212010998还是为您开放的啊 欢迎您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昨天在晚上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国家党的资深啊真的是非常的资深 在政坛的打滚了差不多30多年的Nick Smith 在对外宣布呢他即将在6月多就要6月10号 6月10号啊也就是差不多10天的时间了 他就要离开纽西兰的政坛了 对而且这个Nick Smith我相信大家对他也不陌生了 他基本上呢很关注在尤其是包括了农业呀 气候变化呀等等环境这方面的议题 还有像什么保育部等等都是呢他一直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而且他呢从2030多年以来一直是尼尔森的这个国会议员 而且每一届呢也都是没有人可以挑战他 直到去年2020年的时候被工党翻了盘 他是没有选上啊这个选区的议员成 最后呢是排名议员的身份进入到了这一次的国会当中来 嗯那么首先先说一下啊 Next Myth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突然之间宣布他要退休呢 好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是他是是是这么说的 是说呢现在呢纽西安的这个国会服务委员会呢 要对一件事情进行调查嗯 什么样的调查呢就是说Next Myth呢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 他在他的这一个首都威灵顿的这个办公室 似乎呢是跟另外一个人起了争执 而且好像还吵起来吵了架那么事后呢他表示说他道歉 那么在昨天呢他再次的表示道歉 那么到底他说了一些什么不得而知 那么这个调查呢现在已经是展开了 而且呢据说呢有信息泄露给了媒体 媒体纽西安的主流媒体在今天有可能啊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有可能会将里面的内容爆出来 那么到底Next Myth他到底说了什么啊 那么前后两次的道歉 再加上昨天呢最终决定呢要结束呢 纽西兰30多年的这个正常的声明 他在对外的时候呢他是说因为他个人原因 他辞的职但同一时间他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个inquiry 今天会公布他会因为这件事情道歉 但是他这个东西到底哪一个是原因为重 那你就不好说了 他同一时间也说说他家里呢是做那种起重机 还有这种类似于像建筑方面的有这样的企业 所以他就去回去雇家里的企业了 他也会说说什么他会花更多的时间跟他的家人 他也表示说自己在政坛上这么多年了 所以他说他是因为个人原因辞的职 Next Myth呢其实大家呢可能对他的印象呢并不是十分的深刻 虽然他是非常的资深 但是呢好像啊平时呢对于他的这个新闻呢也不多 但是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两件事情 说起这两件事情的话呢可能大家稍微会有比较有印象的 在国家党执政时代 Next Myth呢他是负责什么的环境方面的 保育方面的 当时候呢不是就是1080吗 1080呢这种这种这种毒药啊 专门用来杀这些什么什么什么附属的这些毒药呢 当时候呢就是纽西兰到现在为止也是的啊 就是啊 还有很多人在抗议嘛 对啊还是在到处呢在投投放啊 那么当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农场的经营者呢 对此呢感到非常的这个生气 将这个矛头都指向了Next Myth 因为Next Myth呢是负责这个环境保育这一块的啊 对 这是一件事情 再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大家呢还记得的话 在去年7月份 工党的这个前国会议员霍建强 他辞职啊 不是辞职 他就是表示说不再参选了啊 2020年之后呢 这个大选之后呢 他就退出政坛 那么当时候呢 在同年也就是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候的霍建强呢 作为工党的国会议员呢 他是有一项这个职务 就是国会里面的这个法律专案委员会的主席 对 当时候有说到了有关纽西兰的一些 怎么说呢 严格的说有没有外部的势力干预纽西兰政坛方面的这个问题 而要向公众咨询 那么Nick Smith呢 也是在这个法律专案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之一 那么原本呢 我们都知道在这些专案委员会要收集公众的意见呢 submission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期限的 在这个期限过了之后6个月 我们就知道呢 纽西兰不是坎特柏雷大学 有一名中国的问题专家吗 这个Emory Bradley啊 这一个教授啊 教授 他突然之间呢 表示说他想参与 可是严格来说呢 他已经是过了这个期限了 他说是他拿到了很多的证据 所以就向这个专职委员会呢 去提出了申请 然后当时呢 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委员会当中 是按照国会的议席 会派有不同的这个专员 所以虽然说当时的获议员 是属于主席 但同一时间呢 这个整个的委员会当中 也有国家党的成员 所以当时投票就以4比4 就等于说是没有过这件事情 让这个Emory可以把他的议案呢 在整个委员会提出 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过了好久了 那么因此呢 霍建强就是根据程序来办事的 可是呢 这件事情呢 却引起了Next Myth来挑动 Next Myth就认为呢 就是霍建强是刻意的 要阻止这个Emory Bready呢 这一名教授呢 这个发言 认为呢 是有违反了 纽斯兰的这些什么 民主啊 或者是言论自由等等的 就是来挑通他 那么当时呢 也使到呢 霍建强呢 跟Next Myth闹得非常的不愉快 甚至是霍建强呢 在离开的时候呢 还提过这个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 他曾经表示说 他说每一次 当我看到Next Myth的脸的时候呢 就兴起了我离开 纽斯兰政坛的这一个念头 对 所以可能很多朋友 会因为这件事情 就算不知道他是Next Myth 也会想起 那个时候有这么好人物 当时4比4的时候 就是工党4个是表示说 是拒绝的 拒绝的理由就是说 他已经过了这个申请的时间嘛 然后国家党的4票 都是说支持的 当时按照新西兰的法律 就是即使是4比4 那么这个整个的他也不会通过 所以说等于Emma Ray呢 就没有在委员会当中 去出示他所谓的那一些证据 那么当然呢 我们也知道呢 就是说作为一个那么资深的 国家党的这个国会议员 那么在国会里面呢 肯定有他的这个影响力的 不过整体上来说呢 当然对于Next Myth的 在过去的30年呢 他的表现呢 褒贬不一 我听到呢 就是说一些Nelson选区的 选民们呢 表示说呢 其实Next Myth呢 为他们的 为他自己的这个选区的民众们呢 还是投入很多 还是很尽心尽力的啊 那么因此呢 也曾经获得了非常长期的这个支持 不过是在去年的这个大选里面呢 输掉了他的这一个选区而已 那说到这呢 其实今天昨天还有一个在主流媒体上 因为他的辞职 讨论的比较热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说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到底跟那个员工吵成什么样子 说今天不是才会透露吗 但大家的意思就是说认为再大 应该也大不过我们的议长 所以他认为说 把他跟那个Triple Miller 跟他跟Triple Miller比 就说呢 当时他也说Nick Smith在宣布辞职之后 他也提到说这是对他 对国家党来说最好的选择 然后大家就在说说这个我们的议长 出了这么大的事 也没看他说要辞职呀 就拿他跟那个去做比较 其实我觉得在性质方面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国会议长Triple Miller 他当然他 我本身认为呢 就是说他也没有很真诚的去道歉 对呀 Nick Smith呢是两次的道歉 而对方还不接受 那到底在这一场 Nick Smith跟第三方 所发出的这个争议 到底严重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到底Nick Smith 他是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 是导致对方呢 是咬紧他不放 那么最终呢 向这个Parlamentary Service呢 来进行投诉 而对此呢 展出展开这一份调查呢 这个是会 很多人可能会对此呢 有一点点的好奇心吧 对 所以就来看吧 这样出来之后 看看今天稍后时间 我们有没有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消息 跟大家来分享 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要跟大家说 今天其实准备了几家公司 这几家公司呢 我们生活在纽西兰 而且呢 常常的也在 我们在 无论是在群里啊 或者是在 这个有话妈妈说 也听到了不少的朋友 对于纽西兰的这个经济 对于做生意的朋友们 还能不能够在纽西兰待下去呢 深表担忧 那么是不是在纽西兰做生意 真的是无利可图呢 是不是在纽西兰做生意 真的是那么困难呢 其实也不尽然 看你做的是啥 当然我们都知道呢 商业方面的有大型的 有中型 有小型的 可能纽西兰这个国家的经济 大部分呢 还是由小生意 中小企业来支撑的 可是在纽西兰 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公司 他们的业务 不单单只是在纽西兰 在海外他们也有业务 表现呢 确实非常的亮丽 那么今天早上呢 为大家准备了好几家公司 其中包括了Fletcher Building 包括了Fronterra 包括了Main Freight 包括了Fisher & Pico Healthcare等等 那么他们的这一个 半年度的这一个表现 或者是年度的表现呢 报告都出来了 而且这几家公司 分别都打出了 叫做的Record Profits 有记录以来的这个 利润的这一个高点 而且基本上这些公司 其实是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好的 我们首先呢 跟大家来说一下Fletcher Building 这家公司大家不陌生了吧 曾经呢 也几经风雨了 差不多也要快要濒临 曾经呢 它的这一个股票呢 从这个差不多10块钱那下跌到 4块多等等 那饱受了这个折腾 有几项工程其中包括了这个天空城会展中心等等 都是亏大钱的 那么 它的这一个公司的这个股东们 也曾经呢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得不到任何的分红 因为一直在这个亏损的这个状态之中 合适最新的财报 这个Fletcher Building翻盘了 这一次呢 哇这真的是翻了个大盘 说它今年呢 整个的这个财报当中显示 会给所有的shareholders 就所谓的这种股东 或者你持有它股份的 那会分红多少呢 是3亿牛币 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分红 它严格来说呢 它是一个buyback 它是怎么样呢 我们都知道一间上市公司 它可能呢 有多少的这个股权 放在这个市场上 是让这个股东的买卖 对不对 那么它现在呢 Fletcher Building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在这一次呢 它的利润多 而且它现金流非常的充足 所以说呢 对外宣布将会动用3亿牛元 从市场上回购一些股权 所以说你这个就等于说 要把股份卖给它 不是它分红给你 对 那么在这一方面 如果你的现金流不够 你的实力不够 你是不这么做的 我们常常看到呢 一些上市公司呢 它不单单只是没钱买回股权 它还尽量的要融资 对不对 对 要希望呢 有好 对对对 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流嘛 现在Fletcher Building不一样 它不单单只是呢 你看看它的这一个 Operating Earnings 就是在6.5%到6.6个亿之间呢 这个就是它给出的一个概念 而且呢 它现在这个表示说 它已经有足够的个现金流 而且未来的这个势头 看起来也相当的不错 能够呢 动用3亿牛元呢 在市面上的收回部分的 这个股权 这就证明它对未来的期待 也是很好的 相当的不错 它说它的现金流肯定是OK的 所以它能拿得出3个亿 去做收购的这个动作 对 而且它就说它的债务方面 其实也是就基本上还的七七八八 都是出于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 所以才有了这个选择 真的30年合动 30年合习 其实不用等30年 比如说真的是不用等30年 就是几年的时间 你能够熬得过 那么当然我们也 大家也知道了 在过去呢 本来以为疫情期间呢 会对整个纽三的经济 影响非常的这一个负面 可是我们看到呢 其实建筑业 再包括了政府呢 大力的这些基建 各种各样的基建方面的投入 所以说呢 Fletcher Building呢 现在呢 是妥妥当的 还有这个额外的 这个现金呢 能够从市场上呢 重新的回购这些股权 那么另外一家公司 要告诉大家的 Fisher & Pico Health Care 乖乖不得了了 这家公司呢 它是什么 Record Full Year Result 全年的这个财报出来呢 是创纪录的 它是说截至到 三月份的一年当中呢 他们的Net Profit 叫净利润是吗 净利润 净利润呢 是上涨了82个percent 82个百分点 现在已经达到了 5亿2400万 如果仅仅说是 Sales销售的话 是增长了差不多呢 一半 现在已经达到了 19.7个亿 好夸张 当然我们知道呢 Fisher & Pico Health Care呢 这家公司如果大家在电视上看到 它是最主要的其中的一个产品 它分为几个不同的部门 有一个是专门供应给医院用的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些呢 其他方面的一些健康的产品 那么尤其是呼吸机 或者是之前呢 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前呢 其实呢 Fisher Building呢 很主要生产的 就是帮助一些人呢 睡眠的这个呼吸机 对 那么这一次呢 新冠疫情呢 当然对于呼吸机的这个需求呢 是大幅度的这个增加 他就说他给医院的那些销售 直接增加了87% 对 医院方面的销售 医院方面的产品啊 这个叫做Optiflow的 And Averro System的 这个呼吸器系统呢 这方面的销售呢 非常的不得了 那么也使到呢 就是说啊 呃 这个公司呢 有这个能耐 拿出2900万元的利润 分给员工们 哎呦 那有些公司呢 啊 当然呢 啊 就是说你得埋头苦干 可是呢 他是得到的这个利润 也会跟员工分享的 那2900万 是派给员工们啊 跟员工们共享 他还拿出了另外的2000万 直接就是放在了 他们有一个叫做Foundation 就类似于像这种基金会 也是用来呢 研发更多的产品所用 你想他的净利润都到5个亿了 他拿出几千万来呢 还不是 可是呢 怎么样呢 这个市场的往往呢 他不是等事情发生了之后 或者这个新闻报道了之后呢 他才做反应的 而是事先就做了反应 为什么呢 Fish and Pico Healthcare 挺奇怪的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呢 其实这股价呢 是逐渐的往下跌的 即便是有那么亮丽的这个业绩 可是还是往下跌的 为什么呢 后来我们看到呢 这个Fish and Pico的这个首席行政啊 他就表示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 因为全球新冠疫苗的接种 使到呢 很多的国家逐渐逐渐的疫情呢 开始受到管控 因此未来对于这些呼吸机的 这个需求量 可能啊 这个高峰期就过了 那么市场呢 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Fish and Pico的 这个Healthcare的 这个股价曾经最高呢 攀升到差不多36块钱 那么最近呢 好像跌到呢 30块钱左右 那么可能有一些呢 就是投资者的 获利回途了 那么 倒也不是说他们会赔了 因为他们本身 本身就是说 这个医院对他们 所有的这种需求还在 只是说呢 像今年这么大幅度的 一个增长 应该是不可以去持续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是出现了一点点的变化 OK好 那么Fish and Pico Health Care 这些呢 都是大家呢 能够通过不同的渠道 在纽西安的证券交易所 可以投资的 OK 可以买股票的 Fletcher Building啊 Fish and Pico Health Care啊 那么除了这一家呢 Fontera 接着要跟大家说呢 那就不是 我们一般呢 非在这个行业之中的人呢 能够买卖股票的 Fontera Fontera很天然 这家公司呢 也不用说了 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呢 好的消息是什么呢 对于纽西安的这些农场经营者来说 尤其是这个乳类产品的 他们的这个Farmgate的价格 什么叫做Farmgate价格呢 就是说收购啊 就是像这些农场经营者的这些收购的 比方讲说牛奶啊 固体奶内啊 每公斤多少钱呢 这个价格方面呢 是再度的提升 现在的最新的这个指引是什么呢 在未来的一个季度当中呢 会是在八块到八块半之间 左右的那么一个高位 其实说到 因为我们经常会跟大家来 在新闻当中也会讲说 什么这一次 什么最新的拍卖价格 什么乳制品价格 国际乳制品价格 这个究竟谁定的 就是拍卖出来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由这个所有这个全球的这些 不同国家业界的这些 他们是通过这个 网上的这个拍卖来投票 来竞标的 来竞标的 这就跟是一个拍卖房子 没什么两样 你就是拿出来啊 谁价格到者得 而且呢 你要叫头量多少等等 那么从这一方面的来 来决定一个价钱 那么当然呢 这个价钱当然是 使有浮动 根据这个国际的形式 对一些乳类产品的 这个需求量 而且呢 有时候呢 也会对这个季节方面 有影响 因为为什么呢 比方说纽西兰 乳类产品的出口量 是非常的大的 很主要 那么恒天然是全球呢 好像是乳类产品出口的 大企业 可是 好像我记得好像是 四个大企业之一之类的 可是呢 为什么呢 纽山市处在这个南半球 到了这个北半球 在冬天的时候呢 会对纽西兰的 这些乳产品的 这个需求量 是大幅度的增加 可是当他们转为 春天夏天的时候呢 相对的对纽西兰的 这个乳类的 这些产品的需求量呢 就有可能会减少 可是这一次呢 最主要是 恒天然是这么说的 中国 需求量在增加 你看 而且他是说呢 由于 其实中国呢 等于说比很多国家 率先从疫情当中走出来 再加上呢 好像大家对于这种 所谓新西兰的乳制品的需求啊 或者对他的了解和信任程度 也是在逐渐的build up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 也不是仅仅中国了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 人口数量在那摆着 所以他很明显的 就能够提振 对于新西兰乳制品的需求 那么当然也加上呢 这个中国的消费者 也必须要能够购买得起 能够负担得起 完全没问题啊 我们来说说 我们看看呢 这个恒天然 刚刚公布的 就是说 到4月30号为止的 过去9个月 他们的这个净利润呢 是达到了5亿8700万 比同年上涨的61% 对 而且他说他的那个 等于说是除了税之后的净利润 也是有6亿03百万 提升了两个百分点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夸张 那么他的这个首席行政呢 大家在电视机上 所看到这位男士呢 就是Miles Harrell 他就表示说 这一次呢 这一个将这个 这个固体奶类的 这个收购价格 定在8块半左右的 那么一个水平呢 还算是一个 比较保守的水平 为什么呢 未来呢 可能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说呢 还是定在一个 比较保守的水平 可是呢 单单这一个价格呢 我们就看看呢 就能够为纽西兰 在下一个季度的经济当中呢 带来超过120个亿的 那么一个 我们叫做经济的一个效益吧 效益120个亿 反正从中你也看得出来 乳制品产业 对新西兰到底多重要 对吧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 中国市场对纽西兰的 这一个乳类产品的 这个产业有多重要 那中国这个 对任何一个国家 主制品产业都很重要 可以这么说 是的 9点45分 要不我们先进一段商调 要不然把Main Freight讲完 Main Freight 你想听完 我们再讲Main Freight 就一起把它讲完 讲完Main Freight 最后呢 回来之后呢 再告诉大家A2Mil 对对对 A2Mil这件事情 要跟大家说说 OK Main Freight 这家公司 大家也应该不感到陌生了 如果你不常听到的名字 在路上 肯定看到它吧 它就是属于那种运输公司 在新西兰来 也是非常非常大 表现得非常亮丽 Main Freight也是纽西兰的上市公司 怎么了 也是创下了记录的 这一个利润 在截至到3月份的一年当中 也是一年的 这个净利润呢 是上升了18个百分点 现在达到了 1亿8810万 大家不要忘了 这还是在全球的 所谓的这种运输行业 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然后呢 成本也在提高的一个前提之下 它的净利润还提高了18% 同一时间他也说了 说呢 整个的他们的 这个叫 underlying net profit underlying net profit 就是去掉了一些呢 非经常性的一些营收 或者收入之后呢 的利润呢 那么它的这个underlying net profit呢 它是上涨了超过27%的 现在有2亿6240万 这真的也是 销售非常的好 销售呢 在过去的一年呢 上涨了14.5% 那么达到了这个35.4个亿 这些都是纽西兰的一些挂牌公司 大家呢 可能呢 平时呢 在生活上 不怎么留意他们 其实他们都是出现在我们的周遭的 不是吗 Fonterra 这个Fletcher Building Main Freight 这个我们如果稍微在未来的时候呢 稍微的留意一下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其实他们都是挺忙的 而且呢 他们在海外都有业务 对 而且这一次 比如说Main Freight 他就说 他说其实 新西兰以外的 是最主要的 就他们的增长点 说是在海外增加了76% 也是还蛮亮眼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呢 在新闻的报道 啊 这个运输业呢 遇到这个阻碍啊 那边呢 又非常的昂贵等等呢 可是呢 各行各业呢 他们的这些 尤其是一些大公司呢 他们总有一些 应对的方式啊 能够呢 在逆境之中呢 照样呢 能够创出家机 OK 好 9点47分 那么一下子呢 跟大家说了好几家公司 这些公司呢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 也都可以投资的啊 接下来说一个 不可以投资的是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看你怎么看啊 我们先进一段上场介绍 回来之后呢 再跟大家来说说 A2MIL 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52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你 西兰局有话慢慢说啊 电话是095712936 短信平台0212010998 短信上有些朋友 看到人家挣钱嘛 总是要有一些眼红的嘛 对不对 这个7051的朋友开玩笑 就说这个 Fish and Peco Health 就Fish and Peco医疗器械 是给员工 每人100小时的分红 大家众乐乐 他说这就是 新西兰的企业文化 然后也有6875的朋友说 他就搜了一下 维基百科 恒天然奶制品 应该是占到 全球总量的30% 那很大 这两个是关于企业的 还有两个是关于Nixman 但等五会儿我再念 我们还是把 那个企业的先说完 是 那么接着想要跟大家来说 说这个A2MIL 我估计呢 A2MIL呢 大家也不感到陌生吧 你一般呢 你到这个超市呢 也能够看到 A2MIL的这些产品 我刚才还问了一问 小焦呢 就是说A2MIL呢 跟其他的一般的 我们所看到的 比方说Anchus啊 等等这些牛奶 有什么明显的一些不同 又我不知道 对就是 其实他就是protein 就我们说的那个protein 不一样 有个是A1还是A2 总之呢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你是乳糖不耐的 你平常是喝不了牛奶的 你是可以喝A2MIL的 所以说protein 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 它有什么分A2和A1之类的 而且呢 也有统计就显示说 其实亚洲人 乳糖不耐的比例 是要远远高过欧洲人 就西方人的 所以说呢 A2MIL当时在亚洲 很多市场上 就比较受欢迎 当时乳糖不耐的一些人 只能喝羊奶 山羊奶啊 绵羊奶之类的 他是喝不了牛奶的 任何乳制品都不行 但是呢 就是A2MIL它达到了 就是反正就那个protein 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能喝牛奶了 这个就 就他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活起来的 对 那么活起来呢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如果光靠 纽西兰的市场呢 当然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呢 最主要呢 还是要出口 那么A2MIL呢 当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呢 中国是对这个A2MIL呢 A2MIL呢 这个购买力呢 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那么一个市场 那么可是近期呢 说说A2MIL呢 曾经的这个股价 我们来看看呢 就是说 在这个 甚至是到这个 去年8月份为止 8月份为止的时候呢 当时候A2MIL呢 每一股呢 是21块7毛4 27块1毛4 今时今日 A2MIL呢 每一股是5块4毛2 5块4毛2 而且 这不仅仅是降 在前面涨的时候 速度也是这样的 非常快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A2MIL的股价 才3块钱 然后呢 当时就在说 说他新闻当中 天天爆他 就因为他涨得太疯了 一直涨到了20多块钱 但是现在呢 又开始 降的也是非常疯 直到现在降到 只有5块多了 现在这则新闻 是说什么呢 是A2MIL呢 当然不单止是在纽西兰上市 在澳洲啊 也有挂牌 那么澳洲的 这一个 Financial Review呢 根据这个澳洲的 怎么知道 金融啊 在这个 这个金融报告啊 就表示说呢 就表示说呢 现在呢 有这个A2MIL在澳洲的 一些投资者 可能要采取一个 集体诉讼 来告A2MIL的管理层 说他们呢 是什么呢 隐瞒了一些 股东应该 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也就是说 A2MIL的管理层 是没有履行 对股东负责的 这些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 据我的了解 虽然说我没有 投资什么股票之类的 但我听过很多的 这个介绍 就说呢 比如说这些上市公司 它是有一个责任的 就是它要把它 整个企业的真实的状况 或者是未来的预期 能够提供的信息 要如实的告诉 所有的所谓的这种股东 就是你买它股票的人 虽然A2MIL它也有 比如说它分季度 或者是分月份 不断地在给 这些所谓的股东们 一些信息 都在说说 不好不好不好 但是呢 不是说一下子 把这种所谓的坏消息 都告诉它的 这些股东们 比如说告诉你 一年之后 或者两年之后 我们会非常惨 没说 只是一点点的说 可能下一次不好一点 下一次可能更不好一点 然后就这么一点一点的 其实是让很多人 觉得错失了自己 能够抛售股票的机会 A2MIL在去年的9月 12月 今年的2月 以及5月 一共4次 向股东表示 下调 他们的这个销售 以及财政方面的这个表现 预期 下调这个预期 主要呢 它给出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就是说 还是受到了这个新冠疫情 这方面的这个影响 那么使到呢 这个也有可能是在运输方面 出现了一些困难 因为我们都知道A2MIL呢 其实对外这个出口呢 是占的这个业务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因此呢 四次的下调 所以说呢 使到呢 在去年 其实8月份的时候呢 A2MIL就曾经 它的美股的最高峰是来到21块7毛4 到现在呢 已经是下跌到5块4毛2 对于那一些呢 在2020年8月中 到今年5月初 购买A2MIL的这些股东人 这些股民们来说呢 那么当然呢 是蒙收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那么因此呢 现在呢 他们已经是寻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叫做Slayter & Gordon 那么由他们来代表呢 这些受到损失的这些股东们呢 采取一个集体诉讼 要告这个A2MIL的管理层 就是说呢 你在信息对外透露方面呢 不够透明度 其实你应该更早的时候就知道 你的这个营业呢 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创伤 可是你分批的这么一个告诉呢 你也使到呢 很多的股东呢 就要蒙收了这方面的 还有感谢一下0049的朋友 他说我刚才解释那个乳糖不耐呢 不够准确 他说准确来说应该是这样 他说A2呢 和你所谓的zero lactose 就我们说的这个 他说是两回事 对于lactose过敏的人 还是不能完全喝A2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完全乳糖不耐的话 也不行 他说只不过呢 是有些人以为自己乳糖不耐 但其实只是胃部不太适应 适应A1的蛋白 所以他们喝了A2 就感觉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真正已经被 比如说诊断 或者是你经过了解之后 你就真的是乳糖不耐 他说喝A2可能也不行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 就是说你是百分之百的不行呢 那就不行了 还是不过是百分之五十的不行 对 好了解 非常感谢 这个朋友 有时候呢 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下科普一下 也是蛮好的 然后也有朋友1618的朋友说 建议我们呢 开一些财经新闻吧 及评论的节目 他说这样可能也有很多华人 会非常受欢迎的 我没有这个资格 我这个方面要找一些专家来 不然的话呢 有时候安德鲁呢 我怕我自己呢 会胡说八道 其实说财经这方面的新闻 真的是就是听得感兴趣的人 会觉得听得特别有趣 当然我估计也有很多的朋友 现在就在放空 只不过呢 我是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呢 为什么今天呢 会选择那么多家的公司 跟大家分享 有两个目的的 第一 当然大环境之下 尤其是在经营中小型企业的 一些华人商家 华人朋友们 会觉得日子呢 挺难熬的 我们又要面对呢 各种各样的 这个税收啊 还有这个最低工资啊 成本的上升等等 我们能够理解 但是呢 确实是在纽西安 有不少的这些大的这些公司 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呢 他们的表现还真的是不错 相当的不错 那么因此呢 某种程度上呢 我是希望能来一个平衡报道 我们有一些呢 我们要值得担忧的 可是也有一些呢 要值得呢 去了解 有不少的公司呢 其实表现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说下次当我们再听到啊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财政部长 关罗伯特说啊 我们的经济复苏的非常的好呢 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说啊 你在胡说八道 其实不是的 确实是有不少的公司呢 其实表现是蛮好的 这是一方面 再有呢 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啊 现在会认为 如果是投资房地产呢 可能呢 觉得目前的情况来说呢 可能是无利可图 或者是挺麻烦的 那么也不妨呢 如果啊 找专家找专家好不好 找专家呢 去了解一下 纽线的一些上市公司 有不少的上市公司呢 不单单只是 他们的表现相当的不错 而且呢 股价平稳 再有呢 好多呢 都有分红 对 然后这个也回答了 2038的朋友说 为什么你们只报 利润增加的 他说餐饮的企业 都不知道倒闭了多少 这个要连续停 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 去说说呢 这么说啊 因为大部分的 这个餐饮企业呢 都在 没有在纽约的挂牌 如果唯一啊 你比较 比较代表餐饮企业的 比方来说 这个拥有KFC啊 Pizza Hut的 这家公司 他的表现怎么样呢 应该是Infrotel吧 应该是Infrotel 他是拥有这个 Infrotel同时拥有呢 纽约的Z 对 这家公司呢 因为有时候他们还没有 还没有报他们的 这一个财政方面的 这个状况 如果有报的话呢 一般来说呢 我都会省值适当的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快速的念两条短线啊 9888的朋友说 这个关于Nick Smith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财政 不是 这个议长 他就说要不要辞职 是跟脸皮厚度成反比的 脸皮越厚呢 辞职的可能性 自然就会越低咯 七七五五的朋友是说 他说我们的普世价值的形成 是由我们的原生家庭 原生地方所形成 虽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价值观文化 也很难去改变 因为要改变是很痛苦的 绝大部分人都愿意留在 那个感觉舒服的地方 而不去做改变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傲心之间啊 这个不是很知道 好了 那么时间到早上的10点01分 我们必须要结束 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了 带给大家那么多的这些公司 让大家来稍微做一下参考吧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那不妨留意一下 好 那么今天 外面的天气应该是不错的 好好的享受一天 明天早上同样时间 再见 明天见 有话慢慢说 有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要留学找百轮 要移民找百轮 持牌移民顾问团队 专业解决 签证移民问题 要出租找阳光 要租房找阳光 阳光物业更专业 电话093903883 一所大师六只手 按道不想走 买了都说好 跑车按摩椅 真真人见人爱 人事人买 人买人推荐 欢迎体验095329777 Risland集团旗下 Risland NEO Risland Airbony 宁可安心投资的 优质公寓项目 Risland Better Homes Better Living 当激情 触碰到梦想 当汗水 遇到希望 当体育的热情 散任到生活之中 当体育的激情 浑洒在散场内外 这是一种 深深不息的人生态度 I Sports 爱体育 最纯粹的体育 最快乐的享受 奥克斯新西兰 直通终端 没有层层代理加价 十年压缩机质保 成熟自动清洗功能 免去维护困扰 奥克斯新西兰 09218 2299 台题电商 你就落伍了 快来一起玩转 全渠道新零售 参加由Stylecom主办 BNE家训集团 独家媒体合作的 中心全渠道S2峰会 引领全球最新营销理念 为新西兰品牌 与消费者创造 全渠道互动机遇 中心澳3D 56家媒体全程参与 新西兰中国两地KOL连线直播 TV28 TV37 AM936 FM99.4 电台电视现场全程转播 小红书抖音 阿里巴巴平台亲情助力 6月19日 6月20日 就在The Cloud展览馆 比邻Bretel Mart交通枢纽 无论你是乘公交 火车还是坐船 即使要开车 停在Dentown Car Park 步行两分钟就可抵达 请登陆GoChina Plus 高空到NC报名 或拨打09688 0936 还能领取凿鸟注册礼品 限量500份 先到先得 机会不要错过 聚焦各种精英 聚焦2.0 带您探索 所有最热门的 重要一题 周一至周日 晚间6点 就在FreeView28频道 如何养身保健 料理健康佳肴 达到优良居家环境 所有健康关键 全都在 别让身体不开心 周一到周日 早上10点 就在FreeView28频道 新西兰羊毛精品 Marie冬季送温暖来了 Marie采用新西兰特有的 羊毛材质 款式新颖 触感柔软 品牌推广越 凡购物买300刀 寄送价值105的 美丽诺羊毛围巾一条 地址 Commercial Bay 一楼 电话092168508 我是伟丽 我是小欧 周一到周五 四点到六点 我们共同为您打造 专属于新西兰华人的 新闻风景线 本节目由万国到家 动动手指的线上超市 和万国旅行社 广名播出 网络天下头条 聚焦大洋洲热点 环球Top榜 汇总国际大事件 新闻对对碰 多视角解读 开启头脑风暴 今日大洋洲新闻 加点料 关注澳新热门话题 深蛙新闻背后故事 环球新试点 周一到周五 下午两点到四点 Freeview28 AM936 同步播出 爱是什么呢 爱是爸爸 你是清晰 是Merry 我妈妈给我煮早饭 爸爸陪我打鼓 跟白桥 可你还有我 然后 care about each other 爱是什么 在空中 它流在我们的身体 它就从你来到我 我们相信 那爱的神 会是最好的 爱的神 Noridio Fingerd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唱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奔跑吧 何必回头看 世界那么的大 这么像个笑话 擦干泪水影着风回来还是少年 坚持是我生命盛开的土壤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